国民党籍前民代蔡正元最近爆料 台财政部门施压岛内公股银行 要求其招聘香港的金融人士 而且每家行库要聘雇20人 年薪最少650万元新台币 此举疑似民进党当局为了所谓的称香港 而要公股银行买单 台湾援助香港议题已久 不过现在就前立委爆出财政部疑似施压底下的银行 来吸收香港人才 国民党籍前民代蔡正元 近日在脸书爆料 公开指控民进党当局的财政部门 下令要求岛内的公司营经营行库 招揽禁用香港专业人士 而且每家至少聘雇20人 年薪则要650万元新台币以上 所有的银行界都知道这个事情 尤其是银行界的高层都知道 它的指示什么叫强迫 什么叫不强迫 这个界限从你公营行库来讲 它当然就是任何指示都是强迫的 蔡正元话说的笃定 或许因为他曾经是资深的财政专业民代 在岛内的金融圈人脉不在话下 而这年薪650万 看在现任民代眼中也很不可思议 我去给你立个650万 在台湾关股银行不存在的位置 而且对台湾年薪是不公平的 台湾媒体也指出 费洪泰的批评的确有根据 因为摊开岛内各银行的薪资结构来看 以纯公股银行为例 因为有法规限制 公股银行的董事长年薪 不得高于台财政部门主管 因此大约是年薪300万元新台币 即便是泛公股银行 董事长年薪也不过500万元左右 除了民资银行的千万水平 年资650万元新台币 已经是岛内各银行高层的薪酬 甚至是公股银行董事长的两倍 对于蔡正元的爆料 台财政部门则发文澄清 称没有这回事 只说鼓励各公股银行 依照其业务及发展 盘点需要的高阶人才 还得事先跟工会协商才能实行 更没有制定名额跟薪资 换句话说 台财政部门没否认 确实有鼓励招聘香港金融人士的计划 台湾媒体评论 民进党当局为了不再所谓的口头 称香港 却要牺牲岛内民众的利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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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